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动物解放》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动物的受难史 比如说 随着人类生存领地的扩张 占领了原本属于动物的生存空间 许多动物濒临灭绝 科学研究表明 现如今动物物种的灭绝速度 是人类诞生之前的数百倍 到2050年 地球上有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 面临着灭绝的风险 再比如说为了获得珍贵的动物皮毛 象牙等等 不少地方偷猎行为依旧猖獗 即便是以展示为目的 把动物养在动物园里 它们被限制了自由 实际上对它们也是一种虐待 而动物却有苦说不出 有怨不能谢 还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孩子 被人类抓走杀害 却又无可奈何 甚至还要四处躲藏 以防自己也被抓走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人类凭什么奴役动物呢 人类又是如何做到 一边爱抚着自己的宠物 一边心安理得地 吃着盘子里的肉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就能让你从一个全新的视角 看待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自1975年出版以来 这本书已经唤起了 全世界上千万人 参与到动物保护运动中 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它也成为了生命伦理学的经典 和素食主义者的宣言 作者彼得辛格 是普林斯顿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 他曾在牛津大学 纽约大学等多所 世界一流大学任教 而且还是国际生命伦理学会的 创始人和首席主席 可以说 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争取 动物的解放而奔走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用三个问题 来为你讲解本书的精华 第一个 现代社会 动物的日子到底有多难过 第二个 什么是动物解放 第三 怎么做才能实现动物解放 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现代社会 动物的日子到底有多悲惨呢 一句话 动物正在遭受着 前所未有的歧视与虐待 被囚禁 被猎杀 濒临灭绝 还不是人类对待动物最残忍的行为 下面这两种行为 才是人对动物最严重的伤害 第一种行为 是把动物当作科学实验的工具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几乎在每一种新药上市之前 那为了测试药品的安全性 和可能产生的毒性 那都必须先在动物身上 进行反复的毒理实验 比如说 为了确定最大安全用药剂量 毒理学家们 通常会不断地给动物增加用药量 最终确定药物致死的剂量 实验期间 动物常常会有呕吐 腹泻 瘫痪 痙瘫和内出血等症状 长时间在严重中毒 与疾病的彬子边缘挣扎 痛苦不已 那据估计 仅仅是在美国 每年被用于毒理实验的动物 就高达几百万只 像小白鼠 大白鼠 鸡 兔子 猫 狗 猴子等等动物 都逃脱不了 被当成实验工具的命运 而且为了测试药物 对于人类孕妇的安全性 毒理学家们 连怀了孕的动物也不放过 这些动物母亲 在痛苦中挣扎着死去 即使侥幸存活下来 生下来的小动物 也大多都是畸形的 不仅仅是药物的毒理实验 化妆品等等行业的实验 更是残酷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人们开始了德雷兹实验 又称为兔眼实验 因为化妆品很容易刺激到脆弱的眼睛 所以说研究人员就把药物 滴入兔子的眼睛里 来测试一下刺激性的大小 那兔子被固定在特殊的机器里 动弹不得 既抓不到眼睛 又没办法逃脱 那有些事迹 会对兔子的眼睛造成非常强烈的伤害 使他们的眼球变形 拱膜 瞳孔和脚膜 烂作一团 在20世纪80年代 每年被用于做兔眼实验的兔子 多达几万只 很多兔子在无助的挣扎中死去 以上列举的这些动物实验 只是众多残酷的动物实验中的一小部分 然而 这些给动物造成极大痛苦和伤害的实验 真的那么有必要吗 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 很多药物在人和动物身上的毒理并不相同 比如说 给怀孕的兔子或小白鼠 注射人胰岛素 会导致他们的胎儿畸形 而胰岛素对人类孕妇 则没什么影响 再比如说 马飞 对人有明显的镇静作用 却能让小白鼠变得狂躁 那青霉素 可以成为人类有效的抗菌良药 那对于臀鼠 则丝毫不起作用 因此 药物上市 还是需要进行人体临床试验 才能保证大规模使用的安全性 也就是说 有许多为人类施药的动物 都是白死了 与此同时 在现在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里 在动物身上的药物实验 是被过度使用的 比如说 美国军方曾对猴子 开展了电击实验 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辐射照射 或者直接就将猴子 放入化学毒气中 看猴子们最多能坚持多久 他们还曾经给60只狗 每天为TNT炸药胶囊 观察狗脱水 消瘦 黄胆 腹泻 肝皮 肿大 运动失调等等各种症状 那这么残酷的实验 只是为了了解哺乳动物的 最大生理承受极限 再比如说 英国的心理医生 曾经用刚刚出生的幼猴 做过一个更为残酷的心理实验 他们用布 给幼猴做了一只 带有机关的机器猴子妈妈 但是这个妈妈可不简单 有时幼猴 可以抱着布猴妈妈柔软的身体 感受到她的温暖 但是不经意见 布猴妈妈身上 就会忽然冒出尖刺 刺穿幼猴的身体 那在经过反复的惊吓之后 幼猴最终精神崩溃了 那做这个实验 仅仅也是为了了解 猴子的最大心理承受能力 这两个实验 对人和动物 都没有太多的实际作用 但是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 依然还是在不断的上演着 好 那说完了动物实验 我们再来说说 饲养场里是怎么折磨动物的 那为了满足市场上 对于肉类的需求 不管是猪牛羊 还是鸡鸭等等家禽 现在最常见的饲养方式 都是工厂化饲养 动物都是被当作流水线上的产品 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 被迅速的催长 催肥 然后再被屠宰 先来讲讲鸡的处境吧 我们还是以美国为例 美国每周宰杀的肉鸡 超过一亿只 其中一半以上 是由八家大公司生产的 为了追逐最大的收益 几万只宰鸡 被塞进拥挤的笼子里 每只鸡所能活动的范围 通常只有半张A4只那么大 那鸡的正常寿命是七年 然而它们在潮湿 闷热黑暗的环境中 仅仅活了七周 就会被宰杀 那为了防止鸡群的互相着斗 造成鸡场减产 饲养场还发明了去汇器 残酷地切掉了鸡的嘴 给鸡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肉鸡的处境如此悲惨 蛋鸡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 它们往往从刚出生的时候 就开始受苦 公鸡被挑出来 扔进塑料袋里闷死 或者直接扔进搅拌机里 碾碎成肉泥 美国每年杀死的小公鸡 多达1.6亿只 而剩下的能铲蛋的母鸡 则就是被当成了生蛋的机器 它们同样被切掉了嘴巴 关在拥挤的笼子里 每年因为拥挤 造成的蛋鸡死亡率 达到10%到15% 而且一旦它们不能再下蛋了 马上就会被送到屠宰场宰杀 相比于鸡 对小肉牛的饲养方法更为残酷 那为了获得更加鲜嫩的牛肉 荷兰的牛肉生产商 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 它们把小牛犊 关在无法动弹的木栏里 不让它们吃草 每天只给它们喂流食 流食的基本成分 是高脂奶粉 加上维生素 矿物质 和促进生长的药物 小牛犊无法趴下睡觉 身上有寄生虫 也舔不到 非常的痛苦 而且更糟糕的是 在这样的喂养方式下 这些牛都极度贫血 粉嫩的肉 其实就是牛 在极度贫血下肉质的颜色 它们正是在这种 非常痛苦的状态下 随时等待着被宰杀的命运 以上所讲的 基于小牛的处境 只是工厂化饲养场中 动物的两个代表 其他的牲畜家禽的处境 也都大抵如此 它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 绝望地等待着被宰杀 送上人类的餐桌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某些需求 完全不顾及动物的感受 给它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因此 本书作者才提出了 动物解放 那什么是动物解放呢 首先要说 动物解放 不仅仅是指喜爱动物 关爱动物 那作为一名伦理学的教授 作者提出的动物解放的 基本理念就是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作者在这儿所说的动物 也包括人类 平等 那就意味着 动物和人类一样 拥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你可能想 这太扯了 那动物怎么可能跟人一样平等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